成为一个胚胎师 最开乐的一件事就是听到 我们的患者已经成功怀孕 我的工作必须和死亡打交道 I am the only micro surgery instructor in the NUH I also run the department cadaveric lab 我希望我的工作能打破我们的传统观念 就是死后要留全职 优优独播剧场——YK 我是张宇 我今年28岁 我毕业后 这是我第二份工作 现在我在国大医院做一位胚胎师 已经半年了 有一些夫妻他们想要有自己的孩子 可是这个过程中他们有些困难 所以他们会来到我们这里 我们人物是帮他们取暖 培养胚胎 胚胎成熟的时候 我们就把他们移植回子宫内 我觉得做胚胎是最有挑战性的东西 就是要学习很多不一样很复杂的技术 我们每一个步骤也要非常谨慎 现在不可以有任何的差错 在显微镜下 精子、暖子、胚胎都不能分辨 所以我们要必须在每个步骤 我们都确认是对的样本 身为一个胚胎师 每天都看到那些胚胎健康的成长 很有成就感 最开乐的一件事就是 听到我们的患者已经成功怀孕 把一个健康的宝宝伸出来 我的工作通常是在一个实验室里 在进入实验室前 我们必须换进我们的手术服和手术鞋 我们也不会放任何的香水、化妆品或指甲油 因为这些都会产生污染性的空气 来导致胚胎受损 我们每天早上开工之前 我们也会用一个探测仪器 来量空气的质量 确保空气都量好 我的工作环境会是比较特别的 因为我们的实验室里是低焦度 比较昏暗的 这是为了模仿子宫内的环境 因为在自然下受孕的胚胎 它们是在一个闭光的环境下成长 所以我们在实验室也想模仿这样的环境 我们现在在最好的环境下 我现在在最好的环境下 然后先进去 所以头部会被吸引 后再次 再次环境下 环境下 所以现在我现在在环境下 环境下 你怎么知道 环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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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打扎的 一个要将进去环境下 助于一个环境下 promised 就是我们国家医院配胎学家的主管 他已经在这个行业做了几十年 他仍然讲 分享配胎学家的东西 还很热忱 这样真的给力了 我要做一个合格的胚胎学家 不可能会有细细的细细的细细 这不意味着那些人的胚胎学家 也不可能会有好好的 这些叫做非常有关的 不少人能做的 你需要某种医生的医生 有关的情感 有关的患者 还有技术的技术的技术 你的技术的技术 因为你会担任很小的细细 这些细细的细细 你只能看到在一扇的细细 我是Sity Khadija 我从电视医生的细细 的细细的细细 我根本不是医生的 我是特医生的细细 我31年 我从联络的细细 在研究科学研究科学 我曾经教科学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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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 我们来专心的训练 从原木晶上的操作 以下提搭的手机 专心的规矩 也需要运动 跟期间合作非常小的 我们今天将来做方式私脚专人 我会继续你们续续路程 我们来钻的头儿 我们开始起来 雕续和水氄了 而且也並移動了一个身材经 例如鲆肥 Steam 这这个�煮了腦和颈 awhile跟一部分都没有位置 业柄 也就是碌子 我们的海踉了ames 那么我们可以想用5両时 用很长我们给他的你们筲 每个月都会来一次 是为了练习 鸡腿的神经线跟血管 跟人类的神经线跟血管的结构 大概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练习多一些 对增加我们的自信心 他的显微技术都非常的好 所以对我们这些 实习住院医生来讲的话 是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他可以跟我们说 怎么样避免错误 什么样是对的 然后如果有什么突发状况的话 怎么样面对 这些技术可以被寄责 进入区区的状态 以为医疗医生 能够修复权的练习 让它继续成功 以为患者会离开 治疗医生的练习 让他们的生命移动 无法失去任何部分 的身体 我们也行为 如走私提供的活動 除了提供上新練習 我也有主ен propia醫院 我主持會的 有些手术不是非常常见的手术 但是若是我们的受训的这些注意医师没有这种机会在他们受训的过程中体验这个手术 我们也可以在大体上用大体解剖来给他们对这些手术有点认识 就是因为这样我本身觉得自己对我们的部门的贡献是蛮大 我们可以接受到必要的 身体浪说了当我催举一些家人的事情 当我开始开始的时候 大家开始我宣言 不在一起 我太杂地了 也只是自我 我是陈俊玲,我是国大ICU病房的脑死亡协调员 我在这份工作从事了差不多八年 我的工作主要职责是负责进行脑死亡认证的安排 我们这份工作必须要24小时带病 OK,我会检查案件,我会再次召唤你 只要那个ICU病房的医生给我们打电话之后呢 我们就必须快速地去查阅病人的病例 还有一些脑部扫描的报告来确定说 它确实是有很严重的脑部损伤 然后还要检查说看有没有符合这个脑死亡认证的过程 然后呢我就会开始和ICU的团队 还有社工还有家属 然后我们会进行会谈 然后来确定和安排那个脑死亡认证的过程 在脑死亡认证之前 我会确保所有的工具都准备妥当 都是在完好的状态下 不会干扰我们进行脑死亡认证 嗨,我们来到脑死亡认证 我们两个独立的医生跟君灵 就会去到病人的床边检测 他的脑干反应 首先我们从眼睛开始 我们会用手电筒 看他的瞳孔有没有反应 然后我们会用棉花球 看他的那个眼角膜有没有反应 测试脑死亡其实有七个步骤 如果这七步的步骤 病人都没有反应 就可以证明病人已经拿死亡了 很多人都不知道拿死亡的定义 是因为他们的亲人都在 还在呼吸 还有心跳 体温还在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很完整的 确认方法跟程序 才可以对家属一个好的交代 陌生人间肾脏是很少的 可能五年一个 我几年前捐赠了一个肾脏给陌生人 但是就让我们来帮我 做更新的冠状 我会做更新的冠状 从中心跳 他就会有另一个肾脏 他就会有更新的冠状 他就会有更新的冠状 就会有更新的冠状 他就会有更新的冠状 他就会有更新的冠状 确实是有一些不一样 因为他们的使命感更多的是 如何积极地抢救生命 为病人还有家属带来希望 还有治疗 但我的工作相较于是比较专注于 确认死亡这件事情 看到家属围着病房哭泣道别的时候 心情肯定是比较沉重的 就觉得生命确实很可贵 他可以在任何时候就突然就结束了 在所有家人臭手不及的情况下 一个人就这样离开了那个家 所以之后我就觉得说 要更加珍惜生命 还有家人和朋友 多花些时间陪伴他们 读了心理学之后 我可以比较理解家属的一些反应 或者是情绪 我们对于死亡的理解 或许就是冷冰冰的 没有呼吸的 所以我们必须给他们解释脑死亡的概念 大众如果不了解脑死亡的话 就会为我的工作增加难度 因为如果不理解 他们没办法相信脑死亡是一种死亡 在这种情况下 一般医疗团队 我还有社工 我们就会给予家属多一些的时间和空间 消化和了解这个病人的情况 让他们情绪冷静下来 我们才进行接下来的对话 好的 我会参加了 当我把个案转交给器官移植协调员之后呢 我就不会知道说这个器官到底是捐赠给谁了 我偶尔会收到卫生部寄给我的感谢卡 然后他们就会告诉我说器官已经成功移植了 会感到有一些欣慰因为死亡并没有结束所有的生命 他把希望延续给了其他有需要的病人 我觉得做一个配胎是我们会帮这些患者能有自己的孩子 有些癌症病患者他们在化疗之前 他们会来我们这里冷冻他们的精子或暖子 因为癌症化疗会导致他们的精子或暖子受损无法生育 所以他们完成化疗后我们再结冻 我们再进行人工受孕 然后做胚胎移植 我觉得我们做胚胎是我们不是在创造奇迹 而是我们是在给一个最佳状态让这些奇迹发生 有自己的孩子不是理所当然的事 有些人真的是很难才能怀孕 看到有些病人的化疗那么辛苦 他们还是坚持要有一个家庭 真的让我真的比较珍惜家庭和家人 所以我觉得这份工作很有意义 能够帮助很多病人患者他们的家庭的梦想成真 我是福慧贤 我今年39岁 我是一名肾脏移植协调员 我以前是在肾脏科当移民护士当了8年 所以我也是看过我的肾脏病人要等一个脑死的病人 的一颗肾脏要等9年 有些人等不到9年就这样过世了 过后我就转到现在的部门 我转了之后看到不一样的病人 换了肾过后有更多的时间陪家人 而不是把时间陪在洗肾机或者洗肾中心 我主要的工作是肾脏活体移植协调员 一个月我们可以做四个活体移植 陌生人间肾脏是很少的 可能五年一个 几年前有一名女生就想要把她的一颗肾脏 捐给名单上的病人 卫生部通知我们说有这样的个案 所以我们就做捐赠者跟受益人的细胞配对 我叫雪萍 我今年四十 我几年前捐赠了一个肾脏给陌生人 可能是巧合吧 我在网上看到一对兄弟 一个是捐赠了肾脏 一个是捐赠了肝脏 查看之间的那些风险 我就觉得其实这个手术的话 虽然说有风险 但是还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我就步行 在前一晚我进入病房的那个时候 确实是有稍稍的担心和害怕 整个那个感觉和感觉就下来 但是我觉得也不后悔 因为毕竟这也是我想了挺不挺久 才做出了一个挺重大的决定 进来 哈啰 雪萍 好吗 还好 请坐 请坐 那你捐完饭过后怎样了 一切都还好 吃啊 喝啊 都OK 所以有喝多吗 有 现在喝差不多可能 三个尺寸那样 虽然活体移植 其实捐胜的成功率是很高 可是 就是毕竟是个手术 风险性还是比高的啦 因为我自己都不会想要捐给陌生人 不是捐血这么的容易 是捐一颗胜 而且捐了一颗胜 它不会长回来 捐胜也不是一个那么容易决定的事情 因为我也是看过亲人在要动手事前 也会临阵退缩 说不想捐 所以我觉得它非常伟大 我捐证给的那个病人 他现在的状况怎么样 恢复得很好 你有收到他的那个卡片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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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很感动 因为他等待那个肾脏其实挺久了 我觉得 我做出的决定是对的 当我接到卫医生部通知 有一个脑死的病人 可以捐赠肾脏 如果有我的病人在那个名单出现 我就会打电话叫他在一个小时内 来到国大医院 这份工作分秒逼真是因为 一旦那个肾从脑死的病人取出来过后 我们需要找一个新的主人 越早找到新的主人 越早尽快动手术 他的成功距离更高 病人有时候他们就会觉得 尽快想要换一颗肾 他们就会觉得为什么拖那么久 检查为什么一大堆还没有检查完 有时候多到他们就会觉得不耐烦 他们就会发脾气 我这份工作 需要继续 又吃力不太好的这份工作 好几次都辞职不想做了 可是我还是做下去是因为 我想帮助我的病人 病人跟我说 我终于可以小便的时候 你替他们高兴 给他们重新多一颗新的生命 我希望我的工作能打破就是我们的传统观念 就是死后就是要留全市 如果这个观念能改变的话呢 我们就不用动用活体捐赠者来捐一颗肾脏给他们的亲人 每一颗肾脏就好像一份珍贵的礼物 让受益者得到了重生 生活是短的 尽量不是运量的 这会有大影响的影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